一赶斯诺克让台球传奇连减七次 最后还遭零比150临风输掉这一局 这或许是奥沙利文记忆深处 最不想回忆的一段有据往事 在亚买加级黑人球手罗里·麦克劳的 创造历史人 成为首位打入市井赛的黑人球员之前 这位出生在北安南敦的有黑皮肤 大块头选手 并没有在职业路上 获得太高光的表现 但面对英锦赛的未免冠军奥沙利文 从这一局开始 他展现出自己最好的一面 连续耐心斗法安全球 直到这一端开始 比赛才出现意外的波澜 只是可惜 奥沙利文未能抓住 这次带口上手球好机会 这一下子就反倒让小黑麦克劳的 找到左侧底带 下球线路 开启了自己的第一波进攻 几个小黑麦克劳的 在室内,Ronnie已经做了一个错误,他给了他画面,他还做了一个错误。 这边的青色是最好处理的。 对,他在表白色。 他必须在黑色的角度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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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 只是稍稍可惜的是,他这一杆吃黑给红,还是稍稍差了点运气,让他的进攻不得不宣告停止。 双方再次斗法安全球。 有意思的是,奥沙利文这一杆防守居然出现了意想不到的失误。 白球直愣愣摔进顶带局,趁这次地形区的白球机会,麦克劳德轰出惊艳全场的一感。 这是红球吗? 没有。 神仙斯诺克,白球在成功搏边红球后,完美无瑕地躲贴到咖啡球身后。 这样炸裂的球形,让奥沙利文头疼不已。 若他一赶不慎的话,本来就落后着32分的他,很有可能就葬送这一局比赛。 第一杆,母球到V字绕三库解球,角度不对,被罚4分。 我认为,它只是在一旁的交换。 它在一旁的交换,然后它…… 第二杆,火老师采用同样的线路解球。 这次方向是对了,但是力度又轻了,又罚4分。 第三杆,与上一杆几乎相同,力度还是稍微轻了一些。 再次被罚4分。 第四杆,火老师选择绕左裤解中带红球。 可惜,力度就差了一点点,依然被罚4分。 第五杆,依然是绕左侧解中带红球。 这次力度够了,角度却偏了一点,还是被罚4分。 第六杆,直到这时候,火老师才刚好,成功解围。 现场观众也响起热烈掌声,鼓励几乎要崩溃的奥沙利文。 就这样,奥沙利文已经整整被罚了24分。 这时,迎来机会的奥沙利文,再次出现了失误。 可接下来,他的噩梦才刚刚开始。 迈克劳德远台拼进红球,开启了疯狂的进攻表演。 迈克劳德迪干打进这颗黑球,刚好平分。 他选择去叫远台的这颗红球。 打进就完成超分。 没有意外,小黑轻松完成,激红叫蓝。 接下来就更加轻松了。 52 中间的三颗红球被K开后,观众再次响起热烈的掌声。 就这样。 小黑跌跌撞撞把最后两颗红球收带。 在进入青彩球阶段之前,比分就来到了127比0。 这就让场下的奥沙利文有些尴尬了。 84 果然,小黑没有令人失望。 凭借着最后的单杆102分青台。 再加上奥沙利文被罚的24分。 以154比0的奇葩比分,0分奥沙利文。 让现场球迷也瞬间沸腾了。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。